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子 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可以退款 全國政協常委兼副秘書長朱永鑫提議 制定未成年人健康遊戲標準 以防他們網絡成癮 又有好運說一下 編徒手法殘出不窮 一不小心就會跌入陷阱 何況是未成年人 這名網絡主播前年就被人發現 透過沒有註冊消費審核機制的網絡平台 騙了一個11歲女子近200萬元人民幣 針對這些網絡打賞騙案 最高人民法院星期二公布了一宗典型案例 案中涉案的未成年人 多次用了父母做生意用的銀行卡 總共轉賬了近160萬元 給一間科技公司 以打賞直播平台主播 經過法院多次調解 最終科技公司自願歸還所有打賞款項 最高人民法院就指出 案件涉及的網絡打賞行為 由限制行為能力人 即是8歲以上 但未成年人作出 涉及的金額達到過百萬元 但打賞行為未得到監護人確認 應當作無效 限制民主行為能力人 未經濟監護人同意參與網絡付費遊戲 或者網絡直播平台打賞等方式 支出與其年齡致力不相適應的款項 監護人請求網絡服務提供者 反還改款項的人民法院用以支持 針對未成年人網絡承認問題 全國政協常委兼副秘書長朱永鑫 在兩會提交提案 建議制定未成年人健康遊戲標準 為家長提供易操作的統一監護工具 要求遊戲案標準設立統一自動管控系統 以及要求所有企業建立並公開投訴和舉報渠道 和制定統一清晰的退費標準 有線電視記者由浩雲報導